LEO 聊事記 天天的無星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來看伊索畢亞人對上西班牙人 這一場比賽是天梯的 河流分水嶺 這場模式是帝國戰爭 開局就是28春 所以一開始就進入封建時代 而且經濟配置都幫你配好了 所以這個弓兵配置一開始就可以開始打弓兵 先來介紹一下伊索畢亞人 伊索畢亞人他的弓兵的攻擊速度非常快 他的槍兵 城堡Style會自動升級為重裝長槍兵 升Style值也會給100樓100斤 但他黑暗升封建的時候會更好底下一擊射 但是由於帝國戰爭模式是封建Style開始 所以這個有點稍微讓他nerf了一下 但是他的帝王實彈一樣可以打扭力騰射器 讓自己的火炮或投石車都有這個非常廣闊的弱彈範圍 接下來介紹一下Viper這邊選擇的文明是西班牙人 西班牙人最大的特色是他的冰工廠 每點一個科技都可以獲得20黃金 所有的科技都是20黃金 冰工廠是不需要黃金就可以升級的文明 所以他可以省下很多金 或許可以點遊俠 城堡時代可以照多一點的西班牙征服者進行壓制 上帝王再轉兵也行 那西班牙人本身是三種垃圾兵 都是全滿狀態 所以遇到任何情況都會比較好反制 好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封建時代會怎麼打 那接下來看一下Viper 這邊是開局 看到Hera這裡過來打了一拳 那這一張地圖是... 這個肉麻有點猛喔 好 OK OK 換掉這隻工兵就OK了 好 這張地圖是有核的地圖 所以他其實是可以捕魚的 但是這邊如果打捕魚配置的話 木頭會滿吃緊的 那這有附帶一艘這個運輸船 運輸船的話是可以拿來探圖 好 但是這個不管 我們看一下中間這個打架 這個打架看起來Viper是稍微有點危險了喔 好 這兩隻工兵快要點掉毛兵了 哇 點掉 哇 這個工兵射得好快 這就是伊索比亞人 甩工兵 好 這很像在甩什麼星海的機槍的感覺 好 甩得非常非常快 哦 用這個肉麻去打槍兵 哎呀 這個不行 趕快拉走 好 肉麻回來 稍微繼續追一下 這裡有槍兵 要趕快繼續拉走 好 四隻肉麻 都被槍兵戳到一下 都有點殘血了 好 那西班牙人 打法還是比較偏向於馬國的戰術 因為他的工兵是不能升級的關係 所以前期可能就是用肉麻配毛兵 進行壓制 肉可能會用的很多 農田要撒多一點才行 那Viper這邊的農田已經撒了很多了 15片田了 好 那看一下 這裡是12片田 做了3片田左右 好 這一波有高地 這裡要趕快拉走 這裡有個高地 看起來不太明顯 但是黑蘭應該是有知道的 那世紀帝國這個高地跟平地的這個分別 其實玩久了我就會大概知道 哪裡是高地 哪裡是平地了 其實會看得出來有點 細節上的差異 所以有觀眾在問我說 為什麼雷歐不開網子 因為我覺得不太需要 自己看得清楚就好了 好 那這裡 弓兵 要回來救一下嗎 但是毛兵在打 肉麻往前 想要包夾這隻肉麻 村民有機會 槍兵趕快打掉 右邊這隻殘血的村民 要不要趕快拉肉麻去打呢 選擇先打架 Viper這邊的肉麻損失的速度很快 哇 結果一村都沒拿到 反而損失了自己的正面部隊 一擊馬鎧還沒有好 肉麻就全部送光了 Viper這波打到自己 前線有點爆炸 那這邊的話 肉麻要趕快繼續按囉 好 補一個馬就 雙馬就 這邊要繼續噴馬嗎 那現在黃金點多 趕快蓋個市集 還做一下經濟調節 好 這裡點下了 買賣 買了兩百六 但是 Hera這邊已經點下了 城堡時代升級 等一下要打一打 Viper這邊開始落後了 肉麻安太多 這個肉麻也沒做到太多事險了 直接被正面打倒 那如果Viper這邊 伯岸兵直接上時代的話 很容易被騷擾壓制住 所以Viper為了防守 還是按了一些肉麻 看一下對方的肉麻在哪裡 好 這邊看到了 我快拉肉麻回家 回來救一下 這個肉麻不能再出去了 好 這邊要被迫收村 有點尷尬 但Hera想要的效果就是這樣子 就算我沒擊殺村民 只要讓Viper收村 村民一來一往 就可以減少這個村民的採集時間 OK 那Hera這邊 城堡時代應該是繼續打工兵 家裡工兵有在存 雙射箭場 然後轉奴兵二級射 看要不要存點木頭 待會可以轉大學彈道學 Viper這邊點下了城堡時代 時間差距約為一分半左右 這邊 木門小心 戳一下 哇 免費升級 這個槍兵就是舒服 好 弩兵快要升級好了 這時候Hera把自己的村民運到了對岸 開了一個城鎮中心 好 這一坨肉麻還在6 這裡抓一下落彈的工兵 好 抓到 然後順便離開 好 又戳到了一下 Viper這裡有點 虧啊 好 這裡肉麻往左邊探查一下 應該是有看到TC喔 火人看到了 TC蓋好 好 收村 這一村能夠載到嗎 來不及 好 那換Viper這邊要頭痛了 這裡工兵加駱駝 綠索比亞的駱駝也稍微能打 但要點一下銀罐技術會比較強喔 因為點銀罐的話才會有這個減三的騎士 傷害減少 A索比亞的人嘛 算是非常弱的喔 沒有品種也沒有三級馬凱 那 他算是有大落馬的文明喔 所以 這個大落馬要不要用喔 這也是蠻看情況的 但是以單挑情況下來說 大落馬蠻看情況去升級的嘛 那最好還是打他的彎道勇士 配上他的強弩喔 以一索比亞人的單挑來說 是很強力的打法 那對方是有騎兵的情況下 駱駝還是可以出的 或者是轉這個重裝長槍兵 好 也是可以考慮 好 以後拉把Viper給逼退了回去 Viper這邊後面開了3TC開農 這個是Viper的專屬打法 蛤不是 長冠打法 3農 2農2木3TC 但是這裡2農還沒有點喔 這裡要偷點一下喔 那如果這邊點2級農田的話 就很容易斷村喔 這邊還要補一根 城堡的關係 所以暫時不會有這個 點2農的狀況出現 好 這裡甚至開了4TC啊 這個4TC有點猛啊 看來以後不能說Viper3農 2農2木3TC了 要講他2農2木5TC了 比以前再更容易一點點 好 城堡是在出席 兩邊沒有大規模的打鬥 都是做一個偵查 試探對手的一個舉動 黑龍這邊想要穩定自己的經濟 西班牙人在這裡優勢還沒有非常大 這裡即使轉出了西班牙征服者 也很容易被對方的奴兵給射歪 因為火槍是射擊速度 是慢於工兵單位的 所以工兵打火槍的唯一優勢就是射得快 而且比較好量產 西班牙征服者 最大問題就是量產速度慢 攻擊速度也不快 但是點發的傷害非常高 如果操作的好 西班牙征服者還是值得溢出的 好 那看到這邊 左邊拉的聰明又要來蓋提心嗎 看起來是 還是要來蓋寶 好 蓋這個位置 直接插在臉上 好 這一坨騎士衝進去 麥克爾想要用這一些 騎士加肉馬 給Hera最大的壓力 這一波進來抓了幾隻村民 這裡壓寶一個多線 開始蓋了 開始蓋了 那現在Hera的記憶力全部集中在這個位置 又被抓掉了一隻村民 這裡直接圍死 好 直接被迫防守 回打一波 但是駱駝全部殘血活了下來 Hera這波賺爛了 哇 四隻駱駝 剩86的滴 趕快補個修道院 好 有 按個生魚 好 這裡趕快圍石 繼續圍 麥克爾這裡尷尬了 現成翁中之鱉 騎士要全部送光了 封兵團努力 一直輸出 好 下方還有一隻騎士 這隻騎士有點無雙 最後還是收掉了 好 那這根城堡蓋好 這裡的村民也被收到了幾隻 VIPER這一次多線 打得非常漂亮 村民出已經稍微有點領先了 67村打83村 但是自己的正面部隊全部送光 這邊要思考的事情是 要繼續打騎士 還是要打吸增 那以有城堡的情況下 吸增按個10隻左右 然後就可以停吸增 然後差不多可以去點帝王世代 後期轉遊俠 大槍兵 或者是轉戰矛兵 都可以打這個伊索畢亞的 你知道嗎 好 這裡蓋了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然後在原地補了一個 鹿肉 好 補完鹿肉 再補一個伐木場 補下木頭 好 這時候惡農眼睛好了 哇 這坨工兵 Hera想要 拖 討回來 這個自己村民剛被塗太多 Viper沒有太多的正面部隊可以做防守 好 那Viper點下帝王世代 Hera這裡點帝王有點困難 好 那這邊又回到 Viper的問題了 那你現在點帝王沒有正面部隊 該怎麼辦呢 Hera這邊還直接壓一個臉上寶 這根城堡最終是取消 捕在了TC 跟TC的中間位置 好 這根城堡 稍微走A一下 走A 用村民走A 好 剛剛被射到 哇 投射咋了一發 結果 這一坨工兵 Viper暫時無解 吸增 只能 要被射掉了 哇 秒殺 好 這裡稍微微一下 射一下 Hera的 哎呦 這個躲掉 再回頭扛一發可以嗎 哎呀 沒射到 最後還是跑跳了 這一坨 然後 奴兵真的是壓力很大 讓Viper的 西班牙的征服者 不太好按啊 好 這邊升到地龍時代 看要不要升級一下二級射 然後還有戰毛兵的升級 點點二級射 OK 後面開始要補射箭場 對方奴兵的數量實在太多了 西班牙人打這個 三級射 三級的工兵鎧 看一下 反擊奴兵的一個策略是相當好的 那 伊索比亞人這邊是可以轉出肉馬 或是轉出中型 或是重型投石車 或是火砲加扭力彈射性 也是一個很好反擊西班牙人的戰毛兵的方法 OK 那Hera 這邊是1分50秒 才能點下帝王時代 帝王時代還有一些時間 Viper這裡的防守有點微弱 這個射箭場有點慢補 這就代表著他的戰毛兵的成型更慢了 但是這邊最重要的是 還是巨型投石機要趕快化 然後還有化學 好 也要點 所以待會大學也要找個機會補一下 所以是補馬舊 好 先點個戰毛兵 三個射箭場出戰毛 Era這邊的打法是繼續出弓兵 強奴 待會會先升這個三級色跟化學 最後才是升一個強奴的流程 雖然正常來說 打這個弓兵路線 強奴 帝王時代升級是以三級色為優先 再來就是打這個化學 因為化學有的話有些文明是有這個火砲的 有火砲的話可以立即反擊 唉唷 西班牙人 Hera跟Viper兩邊互蓋寶 但是西班牙人蓋寶速度比較快 有30%的建築加成 加寶社員通常是不會輸 OK 這個運輸船直接被射掉了 現在一半的時間就蓋好了 這根寶應該變成道德寶了 這裡還能夠蓋好城堡嗎 Hera這裡有點危險 好 三級色 強奴 化學 都依序補下 有資源的話 三個一起點 沒問題 好 Viper點下金冠技術 霸權 待會村民就有足夠殺傷力了 那Viper這邊的弓兵鎧甲要趕快繼續升級 因為在毛病沒有弓兵鎧甲的時候 是非常薄弱的 甚至會被強奴給一直瘋狂點射掉 所以Viper這邊的重點 是要趕快點下 射兵鎧甲 好 你看這個戰毛兵 也是瞬間蒸發 好 駱駝 稍微抓到了戰毛兵的去處 好 有一個駱駝過來 回來用著想的方式 Hera有看到 即時拉走 好 這根城堡 有點蓋嗎 要不要稍微微一下呢 欸 祭國駱駝 沒有先理森鯉 反正是先理了這一隻 西班牙征服者 OK 理到後面 最後還是回去找森鯉算帳 然後把這個森鯉給收掉了 好 一刀 Hera一刀砍掉之後再繼續走掉 這就是世界冠軍手術嗎 我的天 這樣也能秀 太好笑了 這個西班征服者 最後一槍居然還打歪 OK Hera這邊點下了拇指環 好 戰毛兵 要來出場了 三級的弓兵甲 正在提升 好 一分鐘左右 這個時間被強姆射還是有點痛 好 要測一下 測一下 好 開始轉火炮了 那以Sophia的火炮 只要點下金冠技術 扭力殘射器之後 他的那個弱彈範圍 跟榴彈炮的弱彈範圍 是非常相似的 好 接下來攻城 現在VIPER正面有點打不太贏哦 只出戰毛兵 還是有點吃力的 但聰明處來說 現在VIPER搖搖領先 Hera大概6000資源 哇 6000資源有點多啊 好 開始在提升重裝騎士 然後開始鬼轉了銀罐 一端審判 開始要走生旅戰 用後面的修道員 虎就俗思想 然後待會再按一隻生旅 跟印刷技術 可以遠程招翔 敵方的火炮 那這個算是火炮工程的一大弱點 很容易被生旅給影響到 哎呦 直接招到了一隻 近戰225 黃金 這就是西班牙人的銀罐 招翔速度賊快啊 又快又猛 西班牙人這邊點下了鑽瓦技術 和極攻 這裡可能要轉一些弱馬嗎 還是直接轉騎士呢 這裡戰毛兵高打低 打火炮血量也是掉滿快的 但是後面聰明修理得很多 這裡一直反打是打不贏的 VIPER這邊轉出了巨型投資機 裡面的兩台開始出來了 AERA這裡有點小小失誤了嗎 怎麼會用分隊的強奴去打戰毛兵呢 這應該是有Lag 現在我看到VIPER說有Lag You go to lag 你有Lag嗎 沒有 好 右邊的城堡被點掉 這關城堡最後還是要被蓋起來 VIPER這裡有點尷尬 城堡被火炮給擊落了之後 右邊的城堂東西也要不飽了 這裡騎士往前被招強掉 戰毛兵努力想要反擊 裡面三個生物可能也不飽了 好 火炮這裡想要偷打村民 這村民人跑得掉嗎 好像有機會 好 剩兩村 這個沒有再繼續走 VIPER現在在很努力 控左邊這個位置 CVA的人火藍黃金 到這個時候是非常多的 1500塊黃金 反正現在是木跟肉有點少 好 這一坨強武 紅色的有點舒服 攻擊速度極快 戰毛兵在後排 繼續輸出 金手貝亞人點下了弓兵鎧甲 一身一下防衛力 戰毛被打得有點痛 好 這裡一波 VIPER直接 進去城鎮中心裡面 蓋了一根城堡 HERA的劍狀趕快買賣 買了400石頭 花了700多塊的黃金 也要對蓋一根堡 就是VIPER應該蓋不起來了 後面有強武在射 這裡一定要選擇撤退 好 重新捕魚跟城堡在外面的位置嗎 就是要壓寶 這頭巨型投石機 已經往前架了起來 後面巨型投石機能收掉魚孩嗎 在這個架的位置 是沒有辦法進行攻擊城堡的 正面的位置 斯恩旅繼續招搶火炮 但快樂第一時間 也把斯恩旅給點掉了 前方的村民 開始下降 好 VIPER的村民超級大遷徙 全部跑到了左邊區 再跟城堡 要趕快防守 巨型投石機趕快按 火炮家裡有工程器製造所嗎 沒有 要從這裡開始慘了嗎 好 帶黃金好像還不夠了 Hera這裡應該要去轉出 集兵升級會比較好 VIPER這邊有太多的重裝騎士了 好 正面的城堡應該是 南手 右邊有三隻村民超打 雖然被Hera看到 好 這裡有更多村民衝得出來 想要直接手撕火炮 但火炮開完城堡之後 掉頭就走 哇 VIPER這邊的村民是村民有點多 這裡要不要補個魔防 吃一下野味呢 這裡也可以補魔防 好 正面的位置 城堡拆除作業 應該是VIPER這邊站上的風 三隻騎士趕快來進攻巨型托斯機 好 等都跑得掉嗎 好 拉兩隻去打後面的 會不會兩頭空呢 哇 最後 這一台巨型托斯機被修了回來 但正面的倒掉了 好 這一頭火炮 終於被VIPER給招搶掉了 兩台火炮直接被項目給處決 OK 好 最後的三隻搶武 動武要被解決掉了 正面的位置 VIPER暫時是想要繼續往左邊發展 右邊可能變成HERA的領地了 哇 大處都是HERA的村民了 HERA這邊 繼續等出強弩 VIPER則是點下了遊俠 OK 帝王是在遊俠一出場 變之有沒有 接下來就是遊俠配的戰毛兵 應該能夠打得贏才是 HERA這邊打到後面其實有點 雖然臭名多 但是沒有辦法有效打擊HERA的領地了 在這個重要資源點 好 結果後面直接手撕城堡 這邊蓋三個馬丘 好 趕快騎士過來打一下 好 這裡有兩隻騎士走了過來 還在輸出 OK 這裡可以射到城堡底下的 單位囉 這裡要不要撤退呢 游俠還有30秒 待會有RIPER的游俠出來 HERA一定要轉出重裝駱駝 跟銀罐 不然就是要點出 急兵的升級 才有可能打得贏游俠 好 HERA這邊 難道是要走重裝駱駝路線嗎 點下了二級馬凱 光是現在要維持強弩的數量 這樣的黃金素感覺很不夠 好 當然想著自己有銀罐的加持 怎麼算升級喜兵呢 難道是要回轉大洛嗎 好 這一波游俠送進去 瞬間就把金銀罩給拆掉了 但是MIPER的城堡也垮了 現在左右兩邊都有在做一個小規模的交戰 HERA在上方有幾棟房子 這不是軍營 所以暫時VIPER的左邊沒有問題 但是正中間的位置 游俠一直在亂串啊 好 這裡又少量游俠 偷偷繞了過來 但是HERA已經把下面給圍死了 好 神秘游俠開始慢慢突破 抓掉了一些強弩的數量 哇呀 這裡強弩完全打不贏游俠嗎 好像有點虧 趕快叫一下分隊過來救一下 哇 游俠這個體質 真的是舒服多了 好 這裡游俠再繼續抓掉HERA村民 HERA這邊村民術已經下降到只剩下100村左右了 好 這邊轉肉馬的話還能打嗎 感覺有肉馬的話是只能拿來抓戰毛兵 游俠部分 HERA是想用強弩來解決 肉馬抓戰毛的一個策略 好 看右邊這裡 三個馬就還在出游俠當中 現在家裡後門不安寧 HERA有什麼想法嗎 好 這一坨房子 房心繼續控的下來 好 肉馬抓了下巨頭 但沒有殺掉 哇 這射速很快 HERA這一波應該有點難打贏 VIPER的游俠陣喔 要拉打一下 站著A的話肯定打不贏 走A的話那就另當別論 OK 應該要射完了 HERA這邊手速真的很快 拉打拉得非常快 好 但是由於拉打 浪費了太多的控制力 在右側 現在正面被VIPER卡到了一個好位置 高地劇情投資一架了起來 現在拆除掉了 最後到那邊 右邊還有更多的肉馬 這個遊俠也是肉馬 再繼續噴出來 HERA打出了GG 我們恭喜 HERA VIPER拿下比賽的勝利 哇 最後VIPER出了120隻的騎士 HERA是出了165隻的搶武 這一把對決 VIPER跟HERA都打到了零零盡致 那這次改版呢 這兩個文明基本上是沒有碰到的 所以我們就不暫時解說這次的小改版了 改版的重點呢 還是在這個農田上 能夠自動撒農田 讓大家的田 再也不用撒得這麼痛苦了 盡量都會貼洗模仿 所以不太會有那種醜田發生 可以看到這邊 撒農田也是盡可能的撒得比較貼洗一點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他按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下節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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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節告